靜電的最後面要上的東西是雷電 這個地科會簡單的帶一下 有所謂的旺盛的對流會形成基狀雨 反正這個雲在那邊旺盛對流 巴拉巴拉摩擦之後 它會生電 通常雲的下端會帶的是負電 上端會帶的是正電 下端有時候有一點正的標準它 然後呢上面有好多的電 所以底下就會生靜電改靡 所以下面就會地面就會生好多的正 那上面有負下面有正 然後你當你電很多很多的時候 它就有很強很強的吸引力 就有很大很大的電壓 它就會突破空氣這個不良導體的障礙 讓那個正負能夠連在一起 中和在一起 然後就會噗 然後發光發熱 然後發光就叫做閃電 發熱時空氣膨脹就有聲音 叫做雷聲 所以這時候正負電中和就產生火花 閃電就產生雷聲 就是我們說的閃電打雷 所以雷電就是劇烈的正負電中和的結果 中和的結果 OK 就是基本上的情形是這樣 那麼另外一個呢 叫做尖端放電 那個真正的數學的原理 計算那個以後才會叫 不管它知道結果就好了 就是一個尖端 它特別容易 因為它電荷密度高 所以它特別容易放電 這個電視電影都演得很正確 另外什麼神仙還什麼之類 用手一直咻就發出一道光出來 OK 手指頭肩端會放電 OK 肩端會放電 所以要避免雷擊你就要注意 基本上不要成為一片平坦的地方 最突出的那一根 因為那一根就特別容易引雷 倒爾夫球場一片平坦一棵獨立樹 大雷雨不要躲在那個樹下面 那個樹很容易就被雷劈 因為它是一片平坦一根獨立的東西 不要在那個地方弄 不要用撐傘 不要使用行動電話 美國有說那個使用電話沒關係 沒事 有事 就有人被雷劈過 而且按照原理天線的 可是在你們現在的手機都沒有一根突出的電線 都隱藏式的 以前還有一根突出的電線 電線的原理就是感應 所以它應該是很容易引雷的 所以不要在那邊大雷雨的時候 拿到手機在那邊咬咬咬咬的腳 有人說沒有關係 但是我覺得還是不要的好 不要的好 離開游泳池不要拉拉之類的 我們家裡被雷劈過 就是我在弄的那個收音機突然碰一閃 一個閃電完 我家的收音機就碰一塊掉了 因為頂雷進來瞬間高電流就少 好 還好就是燒壞保險師啦 燒保險師就好 保險師就燒斷就這樣 好 離開游泳池 游泳池就怕你成為一個雷會找最近的路 就怕你泡在游泳池那個水會倒電 你就成為它那個最近的條路就過去 你就會電倒 還有一些灑瓜蛋 現在要釣魚 要拿那種高級的碳纖維的釣竿 特容易搞定 然後下雨天拿在那邊就藏在那邊 一高拿起來高到一指在天上 你告訴我雷請來劈我吧 雷請來劈我 少做這種傻事 少做這種傻事 反正就是一句 不要讓你自己成為一片平常中最突出的黑根 所以刀割沒好處 容易被雷劈 刀割只沒好處 容易被雷劈 所以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就有個避雷針 其實避雷針是因為中文的講法說 哎呀 我想要就是保護我不被雷劈 這叫避雷針 但是在科學原理上它叫引雷針 就找一根尖尖在你的屋頂上 尖端又容易放電 就拜託說雷請來劈我吧 讓那個雷打到 閃電打到那個避雷針上 然後它有導體就拉傳到地上的避雷針的電網 把電弄掉 你房子就安全了 所以避雷針其實應該叫做引雷針 拜託你來打我吧 讓雷打到這個避雷針上面 然後拉到下面把它電移開 閃掉 保護了房子 不會受到傷害 不會受到傷害 就是避雷針的基本原理 OK 請寫課行練習